各位观看 加挑一篇风地搜 为了奖化日区保险号令 与军林科技大学电机冠令和丹正如教书团队合作 应用AIOT抵护连忙机室 利用无人机架既行抵护保险的威力 优好提升保险号令三成一项 不但精准保护的流浓稿 减少人力的成本 台湖港街动物保护关制队队员 以外受伤的事件 收藏全国既行地区保险威力 正是一昂外山盐出器 朝银宝盐出器 驾头经合的粗活性盐出器模组 输用ESP3GCAM提供 并透过赖会团现状商品 判断现状券借助力以及总控 以同时能带台湿盐出器官 已经有券借网金威力 价格流量有这15例的风险 当时可以行断以手机的拐築 加抽所所长林佩如 感谢农业保协助 更感谢分科呆丹静如老师团队 没有没有这个合作 成功严格出一套 地空AI地零精准保护系统 台湖提官邮董欺的保护论 跟关键好论 在此特别感谢农业部的科研计划协助 感谢云科大陈静如老师团队 以及陈海里长 还有当地爱妈的协助 成功研发地空AI智能补犬系统 无人机除了可以保障人犬安全之外 智慧进行远离 甚至可以用手机远端遥控的方式 进行大量的补犬 甚至可以做相关性别 还有年龄的判别等等 更有助于我们族群的分析 以及更精准的补犬 由于补犬环境复杂 队员常常受伤 之前还发生过 队员为了抢救掉入余温的犬肢 进行CPR 而将出违线给浪犬之情势 由于嘉义县近年的积极的补犬 导致浪犬只要看到管制队的声音 或者是一听到管制车的声音 就马上逃离 等队员一离开 又马上出现之情形 所以我们常常被当地民众笑称 我们是浪犬的地域死者 我们无人机在协助嘉义管制队的功能 就是比如说像遇到这种状况 其实犬子被中枪之后 开始群体会串流 那其实管制队同仁也无从追袭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无人机 在空中锁地问题犬肢 或是纵枪犬肢串流的路径 然后引导地面人员直接往这地方去 那比较不会浪费能力的一个人力的收补 但正如教授表示 曾经在美体上面看到嘉义官 东部队员因为保留欠 受伤 这想到跟加特所共同合作 并且透过AIOT地肥联盟 专业技术 除了利用高空AIGIPC 并且肯定移动的组织 要做对我们便宜高均的方向 跟精准保留目标 麻质肯定 偏便发行找无肯定困扰 跟人力浪费 声音宣伴很来信 该以外彩虹报答 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这边要做什么吗 拔菜啊 拔菜没错 可是你知道这边的菜是用什么原理来种植的吗 我们会把厨鱼倒到那个厨鱼桶里面 然后呢那边的黑水膜 就是一种昆虫 它会食用这种厨鱼 然后它死掉之后 它就会来到这个鱼池这边 然后里面的鱼就会把它吃掉 鱼的粪便 它就可以让这个菜有营养 它就菜就可以长起来了 嘉义县的食农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大切农民 大切土地 切切食物 让家心满肉 一二三开口 中央厨房 用营养师设计菜单 为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 做最好的把关 圣食教育 黑水萌打厨鱼变黄金 食欲教室 教孩子怎么吃才健康 全民懂吃 从小做起 家义 我的家 食农教育 全面家 没有人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